伴隨綠樣藍的植物 紅彤彤的五線譜跑道 坐落在水池中央 藍杆特別設置成彎曲型 再往前走幾步 還有片人工濕地 彷彿是座特別規劃的環境保護區 這座200公尺長的環狀高架跑道 竟然是光東國中的運動場 因為我們學校本身就是一個 沒有超常運動場的學校 廣常也都是利用現有的 這個高架跑道 作為我們運動會的場地 光東國中學生戲稱操場 叫做漂浮跑道 過去礙於學生 沒有運動場地的空間 才特別設置 平時也許多民眾跑來這裡散步 校園成了熱門景點 其實全台的高架跑道 不只這一座嘉義新港藝術高中 十一年前創校時 以新港媽祖為主題 紅黃綠三個顏色的高架跑道 全長365公尺 串聯學校各建築場館二樓 而下方就是一文走廊 南北都有校園蓋起高架跑道 現在連超過百年歷史的 桃園大溪內炸國小 為了保護百年老樹 也決定打造屬於他們的天空步道 為了讓一顆顆的百年老樹 更新自由生長 學校已經獲得教育局補助 雖然有學生認為 這樣未來運動會 就沒有觀眾吸引 難以幫選手加油 但還是很多民眾相當期待 百年歷史校園將要有新風貌 勢必又會引起一波打卡熱潮 記者劉志展 年一神王千里 宜蘭桃園報導